刚才一点的时候呢 从板桥医院环压台北看守所 不过在救护车上面闭幕休息的面容 首度的曝光 我们请记者这个邱云如带我们来关心云如 好 陈水扁呢 因为近时强制就医今天是第四天 那么由于身体健康已经逐渐改善 也就在刚刚环压台北看守所 不过呢就在救护车上面的这个陈水扁呢 可以看到呢 它是盖着厚重的棉被 那么似乎是相当的人 不过呢是双眼紧闭着的 那么不过呢可能是因为强制就医的关系 那么也因为它持续进食下去 可以感觉得到呢 它的脸型呢似乎是明显的消瘦了许多 不过呢在这个之前呢 它被强制就医的之前 它是没有理胡子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呢 它的这个绒装呢 是已经有稍微输这个打理过了 那么胡子呢也有剃掉了 那么头发呢也有稍作的整理 不过呢在这个救护车上头的这个陈水扁呢 可以看到呢是盖着厚重的棉被 那么不过呢脸型呢真的是明显消瘦许多 那么因为呢在进了看守所之后呢 在12号用过早餐6点之后呢 这个陈水扁就一直进食到现在 那么算算呢也已经有7天左右的时间了 那么在这7天呢 这陈水扁呢也都只有割水 那么因此可以看到呢 它脸型呢是明显的消瘦了许多了 那么不过呢 它虽然健康状况有逐渐改善了 不过呢在还押看守所之后呢 它也透过律师来表示呢 还是坚持要进食下去哦 那么可以看到呢 它也像这个 其实呢它也有跟这个医生来表示呢 这几天呢它感觉到呢 非常的冷 可能是因为进食的关系哦 那么抵抗力有减弱 加上这几天这个冷气团来袭哦 那么陈水扁表示呢 它是相当的冷哦 也因此呢在救护车上头的它呢 是盖着厚重的棉被哦 那么目前呢 它也已经还押到了台北看守所了 那么以上呢是为你掌握的最新情况 将时间交换给彭内直播 好 画面上您看到的就是在刚才呢 陈水扁躺在单架上面坐救护车 回到台北看守所 在救护车上面的唯一曝光的一张 它的面容的这个照片哦 可以看得出来 它在进去的时候呢 本来前几天是有这个留胡子的 现在应该是刮掉了 那么现在回到台北看守所呢 持续的回到它这个2630的身份 不过呢 就算了